大众请合掌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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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大佛顶手认言经 大四智菩萨念佛原通章 书抄讲记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是第二堂课程 我们上一节有讲到 学习这一部经 这部经只有两百四十四个字 但是它的功德力很大 灭罪的力量很大 上一次有提到 《论言经云》 这个是在我们讲记的第二页 佛告阿难 若父有人 身具四众十波罗仪 顺习吉金此方他方 阿比地狱 乃至穷净十方无见 米不经历 能以一念将此法门 于末节中开示未学 世人罪障 应念消灭 便其所受地狱苦因 曾安乐国 则此章今 成为消罪之巨也 欲病之灵丹 修心之洁净 求生之要素也 若能长辞 无苦不除 无乐不语 无怨不睡 无果不得 凡见闻者疑三复焉 那这一段文提到了 有人犯了极重的罪业 这个四众指小臣 杀到淫妄这四众罪 十波罗仪是大臣菩萨戒经 凡王菩萨戒经 有十波罗仪罪 这些罪都非常重 重罪 而且犯了这个重罪 那要到此界他方 阿鼻地狱受苦 而且是穷尽十方无间 十方那么多无间地狱 那等于是 这个世界无间地狱 这世界坏了 就转到他方的无间地狱去 因为犯的罪太重了 可是能以一念 僵持法门 就是这个 大势之菩萨念佛原通章 这个法门 在这个末法当中 能开示未学 首先 这个学佛自度度他 先度自己 成就自己 还能够介绍给别人 那这个人的罪障 可以消灭 把他受地狱的苦因 变成安乐国 就是极乐世界 所以 赞叹 赞叹 这一章经 是消灰的 巨也 这个也就是 融化缸的 这个在炼缸的炉子 可以把这个罪消掉 而且是致病之良丹 罪业是病 而且大病 无药可救的病 你看 在无间地狱 这么久的时间 可是一伏这个灵丹 灭无死劫的 生死重罪 修心之洁净 那修行 要从根本修 那心是根本 那我们怎么很快的 把妄念纷飞的心 能够很快的清静下来 安定下来 那这一章经提到的 都摄六根 静念相继 这个方法 心很快的 能清静下来 尤其我们念佛当中 摄耳地听 这个六根就能收摄回来 而且又能静念相继 相继是不间断 静念不怀疑 不夹杂 所以这是修心的洁净 很快心就安定下来 而且心 亲静了 心静则佛土静 所以这一部经也说到了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不是临终当来 是现前当来 心真的清静下来 心真的清静下来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就能见佛了 这个信心不会动摇了 见到佛 佛告诉这个修行者 你还有多少寿命 之后再来接你 这个信心就很坚定了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 这寿命不要了 宋朝迎科法师是榜样 你看他自诚恳切 当然他很可贵 身性因果 知道自己出家了 又造这些罪业 那一定要堕地狱的 怕堕地狱 所以精静勇猛的修学 念阿弥陀佛 念了三天 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 所以他念到这么恳切的 只有佛号 没有其他的念头了 心地清静 你看佛就现前了 那佛说你还有十年阳寿 他说我十年不要了 我现在就跟你走 他就往生了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关键 佛说我三天之后再来接你 佛为什么没有当下把他接走 佛有智慧 这个当场接走了 人家门一打开 是饿死的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了 所以三天后再来接 所以他打开门 很高兴 告诉大家 三天后 佛要来接我 大家一听三天很短 看看他搞什么明堂 这个破戒的出家人 真的能这么快就往生极乐世界了 确实三天之后 大家都来了 跟着念佛 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很自在的见了佛 佛就把他接走了 那看到的人 以及我们后世听到这个公案 那我们信心就增长了 那师长老人家还有思维一个点 就是净土圣贤路 里面有很多念佛成就的个案 那很多的个案 都是念了差不多三年往生了 那有没有可能这么巧 那么多人都是三年之后 寿命就到了呢 那应该不至于是这样 那为什么都差不多三年往生了 年纪也不是很老啊 那大部分念佛人呢 他功夫成就了 他心静佛土静了 见到佛了 但是他重有寿命啊 他舍了 他现在就要跟佛走 那往生了 有六神通啊 做阿唯一之菩萨 那这样的能力啊 成就自己快 要利益众生了 也方便了 也有足够的能力了 不然有时候我们在世间要帮助人 自己都感觉霓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了 所以阿弥陀佛有考虑啊 我们这个悲心比较怯的人呢 四十八院里面提到的 除其本愿为众生苦 就是他有利益众生的悲心 只要他去了极乐世界 马上可以回来 得阿弥陀佛加持 然后马上回来度众生 我们不先去跟阿弥陀佛报道啊 那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度众生啊 没有他愿力的加持 所以很多人也很难得 说我不往生极乐世界 我还要在这个世间度众生 但是就怕我们一转世啊 这个死魔很厉害了 可能你前面的修行啊 退了一大半了 那下一辈子 什么时候又再接到 修学佛法的因缘 所以这个烦恼有四种啊 其中一种是死魔 一死啊 前世修的忘了差不多了 又要从头再来 但是往生不一样啊 是清楚跟着佛走了 又得佛加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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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死了 是临终看着佛跟佛走了 你看净土圣行路都是三年走了 那不是命死掉了 是寿命不要了跟佛走了 好 我们也有听过现在的人 念佛念到佛现了 结果呢 又起了其他的念头 我听到人家念佛念到佛现了 我挺羡慕的 他念佛功夫比我高 但是呢 他起了个念头 想自己家里的人 佛就不见了 他的感情起作用了 所以啊 不能感情用事啊 真的佛现了 赶快跟他走了 我们一往生呢 做阿维悦之菩萨 更好的可以 互念亲戚朋友 你随时可以啊 你有六神通了 随时可以互念他 还有很多善巧方便 你被情感牵着 没往生了 那你看我们现在 也没他心通 不知道他想啥 也没有宿命通 不知道他过去修的重点在哪 功夫在哪 要怎么修才能成就 关不了这些机了 好 所以能往生呢 赶快往生 不能留恋世间 求生之要素也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最重要的方法 好 好 那我们上一次 是讲到了 这个净土 五经 怎么来的 本来是 有三部啊 专讲净土的 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观无量寿经 这是号称 净土三经 这是号称净土三经 后来清朝魏元居士 他将 他将 普贤行愿品啊 加进来 变成净土四经 那印光老法师 这是大师至菩萨再来的 他又将 他又将 《楞严经》 大师至菩萨念佛 原通章 这一段经文呢 再加进来 那变成净土五经了 我们看第九页说到了 这五经呢 有佛专说的 有佛代说的 但是代说的 专门取代说这个部分 那也都变成专说了 因为这个部分 虽然是 《华严经》的一个部分 《楞严经》的一个部分 但是这是完全跟 往生净土相关的 所以也变成专说了 所以这五经啊 可以说都是专说净土 修净土的同修 这五经都可以作为我们 修行的依据 五经里头啊 取一样就行了 如果你不怕麻烦 要想详细的知道净土啊 你应当读无量寿经 这说的最详细啊 那我们现在人呢 移行比以前的人重 所以假如不读这个很详细的 这个因因果果啊 阿弥陀佛在因地怎么修的 怎么成就极乐世界的 现在极乐世界又是什么情况 依正庄严是如何 你不讲的详细一点呢 有可能他这个疑心去不掉 老和尚讲这个讲记的时候啊 几十年前了 而且现在 在无量寿经又有善本 夏年居老居是晦极本 晦极成功了 又有黄念祖老师做注解 注得非常圆满 有八十三种佛经 一百一十种主师的论注 等于把无量寿经注的这些意理啊 非常透彻 所以我们能深入无量寿经的注解 老和尚也带头啊 这么学习 从他老人家八十五岁 起讲净土大经解 净土大经演绎 后来又讲了三世大经科著 完整有四次 第五次没有讲完 这四次啊 大约都是一千两百个小时 等于把这个注解啊 又根据我们 现在生活工作处事在人的情况 给我们开解的很清晰 我们应该怎么修 下所处在哪都有教导我们 那这个是很难得的因缘 所以五经啊 我们能受此无量寿经啊 那是最好 那夏连菊老菊是慧吉 可是他又做了一个读本 让我们受此啊 静修节药 静就是静主宗啊 静主宗的修行啊 节是比较简洁 这些药是重要 成德感受啊 这些高深大德啊 他们都会关机 他们可以洞察未来社会的大众啊 生活责任蛮重的 修学佛法的时间呢 相对少 我们听一些在都市工作的 朋友们提到了 上下班呢 光是坐车啊 可能要两三个小时都有 那他上班时间也不短 回到家还有家庭这些责任呢 所以没有很大把大把的时间呢 读经念佛 所以编的这个静修节药啊 这二十五段啊 这个三十二段呢 教诲 而且都是根据五经一论的 让我们现代人呢 很好受持 你坐公车 这些经文都很短 你念一段时间呢 慢慢就背起来了 坐车晃啊晃啊没关系 心里面默念 都可以用功 陈德 比方说常常坐飞机 坐在飞机上就可以 做这个静修节药 当然坐飞机也可以念无量受精啦 当然坐飞机也可以念无量受精啦 但是一般在市区里面呢 这个没有飞机这么平稳啊 这个会颠簸啊 你有时候看书看的眼睛 都会花花的啊 头会有点晕啊 这个时候这三十二小段 你念熟了背起来 等公车可以念 坐上去都可以修 很方便 而且精髓都掌握住了 五经一论的精华 甚至啊 第十一拜 第十二拜 是禅静不恶 这十一拜 第十二拜 密静不恶 这个 显密一体 身土不恶 称明无意词咒 教主即是本尊 大日则那 同归光寿 华藏密言 不离极乐 肃穷三计 横遍时虚 这是第十二拜 所以 这三十二段经文的加持力啊 非常强 我们有一次课程呢 还没开始呢 诶 刚好有人被附体啊 谁被附体呢 拍摄的人 哇 那 没办法讲课啦 当时候我们就一起念 静修节药 求佛菩萨加持 这个拜了两拜啊 拍摄的人就恢复正常了 所以是有见证啊 这些经文 加持力非常强 我们谈谈这一段话呢 就感觉 这些高僧大德很慈悲 都为了成就我们呢 设想的很深远 那黄念老 他毕竟啊 文革时期啊 这个身体毕竟是一个 躯体 而他在那个年代呢 所受的苦难呢 他老人家说 加在八个人身上 八个人都得死 这是个大修行人 不会妄语啊 那他年纪大之后呢 这身体的病不能避免 可是他在病重当中啊 还把大经解 就是把无量寿经 注解得这么圆满 这个我们不能辜负他的苦心 包含下领导编这个静修解药 我们都要感受到他们的大慈大悲 很感恩很沉静的 来学习来受慈 那这里是这样讲的 你要简单的就采取 大四字菩萨念佛原通章 最简单文字也最少 这五种经随便医哪一种都能够往生 灭罪的功德都相等 不要说大四字元通章灭罪的功德这么大 大概弥陀经比不上他 那就错了 这是代说的 那是专说的 代说的灭罪功德都这么大 专说的还用得着讲吗 我们现在看很多人 他要消灾 他念药师佛 念药师经 要想灭罪 他念地藏经 念地藏灭定业真言 他不知道念阿弥陀佛 不晓得念阿弥陀经 念原通章 这个灭罪的功德 决定不是地藏经跟药师经 能够相比的 但是大家不晓得 要是真正晓得 才知道这个功德利益太大了 当然这一段话的关键 才要晓得 要很明白 那这个法门修行容易 可是他的理呢 唯佛与佛乃能知 身闻易解师佛志 尽其神力莫能测 这个都是无量寿经 给我们讲出来的真相 我们以一段 这个江卫农居士 一身专攻金刚经 给金刚经做注解 金刚经讲义 老和尚讲金刚经 就依江居士的这个讲义 但是这讲义注解的很大部分 老和尚讲的说是结药 结它的重点 里面提到 持明念佛 这个念佛有四种 这个观向念佛 你看十六观 首先观那个落日 那个要观到 你随时闭着眼睛都能看到 这个不简单 还要观想念佛 那观想呢 那你要 这个观想念佛 这个落日 连闭着眼睛都能看到 观想 那你要一直看着佛像 你不能间断 那现在人 工作加领责任 你让他一直看着佛像 这个现在人不容易修 一个是持明很方便 而且啊 你家里人说 你不要念佛 你在心里面念 他也障碍不了 这个很方便的修学方法 还有十相念佛 那这个境界更高了 十相念佛是法身的境界 不起心不动念的境界 可是啊 江居士说了 持明念佛啊 我们不是法身啊 我们是凡夫啊 可是我们只持这个名号 暗和道妙 你是凡心哦 凡夫心哦 可是你专注念佛啊 可以入人家法身的状态 为什么呢 这个一身接一身念 没有其他的妄念进来啊 那如《金刚经》讲的 因无所住 那因为一身接一身 而且这都是性德啊 的名号 深深唤醒自己了 那叫俄身其心 假如念了十分钟啊 没有一个妄念 一身接一身啊 做了十分钟的法身大师了 但是重点是要一直保持下去了 所以暗和道妙 就等于是巧入无身 无身就是实相的状态了 所以即是行身般若 我们佛地使一般都会被心经 行身般若 般若密多使 你老老实实 忘念这个万元放下 一身单体的时候 就是行身般若 无意念十相 跟十相念佛没有差别 所以持明念佛啊 事故他能灭重罪 能消重业 这个消罪业的力量 非常强 我们听黄念祖老居士 讲经的时候提到了 这是现代的 在唐朝杀牛的张善儿 你看他杀牛杀了一辈子 这个罪业太重了 可是他临终地狱向现前 然后这些牛都要来给他讨命 他有善根 遇到这个情况 请他太太赶快请法师来 这个出家人一来点一支箱 让他拿着 叫他赶快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他每念一身 境界都不一样 这个牛头要给他讨命了 念一身 牛头开始往后推了 念到最后看到佛了 十身他就往生了 你看这个灭罪的力量很大 那黄念老讲的是 江苏有一个民中医 他的弟弟也是 玩裤子 娇奢盈益 结果生的重病 也是地狱向现前 赶紧找他哥哥 他哥哥劝他念佛 也是 念了没有很久 就往生极乐世界了 好 那师长接着讲了 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遇到静代净土中大的 黄念祖老居士 那黄老有提到啊 过去亲近夏连居老居士的 有些人还在 他们修行很用功 专修 这个专就有力量了 自行一处啊 无事不办 老上讲经的时候有说 你一句佛号能念到底啊 四初世间的问题都能解决 我们看初世间 你一句佛号念到底了 你决定往生了 这个硬筐祖师说啊 一句佛号念得俗啊 成佛上有余啊 不学他法 其他什么法器啊 不会啊都没关系 你只要会念佛啊 你一定往生了 你没有遗憾了 你到极乐世界去 你就六神通了 什么都会了啊 没有遗憾了 因为今天这个 有遇到一位法师 他说我也不会讲经了 就会念佛 我说这样就够了 你就一定成佛了 没有什么遗憾了 我说当然 这个真的这个在家恶众啊 齐请的时候啊 你也不要担忧啊 因为老和尚教我们自诚感通 会有佛菩萨加持 而且这个有同修 将师长老人家 2012年 那差不多一千两百个小时 他截取精华 现在有那个精片 我也看过有把书印出来 截得很好 每一段都很精辟 我也齐请这个法师啊 你每一次给练两三段 这个都是修净土的关键啊 这样 这个在家居士啊 就很受用了 我们父讲老和尚讲的精华 所以我请转法轮 请这一位出家法师啊 能讲老和尚这些精华 因为我比较没福报 所以要真胖 讲了好多年啊 都胖不了 所以要赶快修一些福 情转法轮 好 这个 专修 这个太阳光 这一束光 照在纸上啊 没什么变化 可是这一束光啊 透过这个放大镜啊 把它聚焦成一个点 那可以把钢板穿透 所以这个钢的力量 你看同一束光哦 把这个光完全聚在一起 力量就很大 这个是钢的力量 那黄念老啊 给我说一桩事情啊 他说 里面有三四位同修啊 生病的时候 不管大小病 他们不看医生 不吃药 怎么治病 念无量寿经 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就这么一直念 念几天啊 病就好了 用这个方法治病 灵验的不得了 不可思议 所以啊 这这一段话是重点啊 所以你要真正有清净心 虔诚的心 甚深的信心怨心 你去念决定有效 你假如念的时候呢 到底有没有用啊 哇那这个这个力量 就大大足够了 老人家讲的这一段是重点啊 有清净心虔诚的心 甚深的信愿 你去念了 决定有效 那黄老讲的哦 下老当时候还在的弟子啊 有三四位 请问人数多不多 不是很多 所以代表啊 甚深的信心怨心 真正有清净心啊 真正有清净心啊 虔诚的心啊 不是太多 可是真具备了 这个消坏液治病的力量 非常强 那是那个年代哦 在现代这个时代啊 陈德也有遇到同修 他们专念无量寿经 法会都是念无量寿经 哇好多老菩萨 我有见到几位啊 都是病得很重啊 结果后来很用功 念无量寿经 身体了 都转好了 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啊 都是他们煮饭给我们吃啊 本来病得很重的 真的有感应啊 观察呢 他们的信心怨心啊 都很强 不要找医生 不要吃药 晓得他灭罪的力量之大 那这是 这次啊 这个黄老告诉这个老和尚的事情 感应真是不可思议 那 首先呢 要提升自己的亲近心 信愿的心 当然啊 也不要等到啊 生病了再来 恳切的念 哦 当下肯切的念啊 因为我们知道啊 人生仇业 我们不知道过去 我们有哪些 罪业 你们有没有看过啊 哪一个人一生的命啊 我们都有八字啊 他的命一生啊 全部都是吉祥的 从来没有不好的静缘啊 或者身体有出现一些情况啊 一帆风顺到一辈子 你们现在见过这样的人吗 我看我是没遇过 像我 我没有跑去算命啊 可是有人把我的八字拿去算啊 就算我 四十岁到五十岁啊 身体要注意 他讲的比较含蓄 身体要注意 结果 我真的在这个期间 身体出了情况了 还说我这个三十到四十岁 这个是事业发展期 所以都没有一帆分数呢 四十五岁啊 会有嫡谷 所以人都有业啊 人生都会有起伏 可是业可以提早消 成德俗家老菩萨 经年八十三岁了 有一个长辈啊 跟我母亲是同年啊 比我母亲早十几年啊 就学佛念佛了 但是比较放不下 东操这个心 西操那个心 虽然学佛很长的时间 没有真正做顿功夫 老实念佛 后来年纪大了 老年痴呆症 这个业会陷 他三十多岁就学佛了 假如那个时候就 老实念佛 那后面这个业就不会陷了 像这个 现在成德 俗家老菩萨 我现在要称他老菩萨 现在不叫他妈 因为叫他妈又落一个要当妈的印象 现在要实时提醒老菩萨要去极乐世界做菩萨 不再来投胎了 所以一个称呼对一个人还是有影响的 因为虽然接触的晚 但一直都有在念佛 所以现在身体状况都比较平稳 那住在道场里面 每一天在五点多就开始念无量寿经 那一天因为身体状况还不错 又拜佛念佛 到场有课程就听经 所以一天很充实 我不容易找到他老人家 他也不容易找到我 有时候要找两三天才找到 所以不能等生病才来用功 好好用功 夜消掉了后面就不生病了 那自己要有坚定的性愿 当然假如你的亲戚朋友很关心 给你介绍一个很好的真上缘 很好的中医 然后你说不用 我就念佛就好了 你看他们的好意 一下子就被你给佛了 他们心里会挺难受的 我们学佛要能体恤别人的心 体恤别人的好意 可以横顺众生 当然你念佛很有信心 又有一个很好的真上缘 助缘 那可能效果更好 当然你跟别人 人家生病了 你要不要建议他 不要找医生 不要吃药 念佛就好了 到时候 他可能亲近心不够 性心也不够 后来身体的情况又不理想 到时候他家里的人说 你延误了 我们家人的病情 所以我们在建议的时候 也要看因缘的状况 不能很激动 也不清楚对方的 亲近心 信愿到什么程度 然后别人本来要去看医生 不要看了 硬把人家拉回来 所以给人家建议要拿捏因缘 拿捏分寸 也要考虑这些情况 好 不然到时候造成误会就不好了 这黄老也有提到 他有一个师兄弟 腰疼 疼得很难受 他就一直持坐 很精静 勇猛 结果迟到 感觉身体不见了 身体都不见了 那还会痛吗 结果他腰疼就好了 他念到那个功夫 好 假如能念佛念到这种功夫 这个病也就能够消除掉 那很好的榜样 刘树云老师 红斑姓郎昌 这么严重的病 他也念好了 若能常词 这是假使你能够常常受词 受词就是日诵试 每天读诵 每天专修 大势之菩萨念佛原通章 你专修啊 那底下这段是教给你方法 这个效应是 无苦不除 真正能够离苦 得乐 无乐不语 离了苦了 得了乐了 这个禁修节药 第八拜 一心观理 无量光寿如来世尊 光明普照十方世界 阿弥陀佛的佛光片一切处 众生有缘 欲失光者 你念佛 称明十极欲光死了 遇到阿弥陀佛的佛光 构灭善生 你的罪构啊 灭掉 善根增长 生意柔软 首先身体的受用了 所有疾苦莫不休止 一切忧恼 心里的状态 一切忧恼 莫不屑脱了 你就念着很有法喜了 法喜充满了 如是微神光明最尊第一 十方诸佛所不能及 这第八拜就展现 无乐不娱了 刚刚跟大家提到了 你这一句佛号念得熟了 四出世间的问题都能解决 那出世 你会念佛 一向专念一定往生的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世间呢 真的 真的肯念佛 烦恼轻 因为肯念佛啊 妄念就越来越少了 佛号就越来越提得起来了 那有了智慧 世间的事就会处理了 清净心生智慧 烦恼心去处理事 我们闽南话说的 越薄越大康 越补 那个洞越大 大家有没有经验 明明你是去处理事 越处理 怎么我越处理 一个头两个大 那是因为 妄心去处理事 烦恼心处理事 可能适得其反 所以黄念老有一句法语 陈德觉得太重要了 不要求我们 把念佛当唯一 我感觉每一次在听这些法语 要去感受高深大德的心 这叫神教古人 我们先来感觉一下 黄念老师 不要求我们把念佛当唯一 大家感受到什么 很体恤我们 没有一下子高标准要求我们 但是要把念佛摆第一 可不能 东摸摸西摸摸 没事干了 好吧 来念念佛 这个绝对不妥当 要当第一 因为你最重视念佛 你一有时间你就念 你妄想就少 慢慢心越清静 才有智慧去处理问题 解决问题 真的有智慧处理问题的人 你会觉得身心越来越轻松 哪怕你事情多 那是身体累 睡一下觉 容易恢复 假如是心里 觉得压力很大 很困扰 那忧能死 有时候睡八个小时起来还是很累 甚至于睡八个小时里面做梦做很久 因为那些问题一直在困扰自己 所以这个 假如我们感觉 好像这个身心越来越累 代表处理事可能恶性循环的状况 有 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念佛摆第一 我自己的经验 好像学佛这二十多年 印在那里想事 好像想的感觉伤脑筋 后来别想了 去念念佛吧 然后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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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念的忘念少了 突然有灵感了 突然有个方法起来了 一念佛能静得下心 佛菩萨一加持 你自己的智慧会透出来 就想通了 而且我常常感觉 一天当中 念佛当中 容易把事情想通 再来一天当中 什么时候能把事情想通 刚睡醒的时候 刚睡醒 好像还没想什么事 突然好像 对某件事有一个灵感 对某件事有一个灵感 所以刚睡醒的时候 忘念少 所以无苦不除 无乐不语 代表好好修持 这个原通章能够离苦得乐 无愿不睡 愿是你的愿望 有求必应 连求往生 连求做佛 都能够求得到 何况我们世间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没有一样求不到 而且这一句佛号 我们能够静念相继 劝发菩提新闻里面 显安大师 这静宗十一祖 成德观察 静宗十三位祖师 我的观察 应该都是西方三圣再来的 已经确定的 十三祖师 大师之菩萨 二祖 六祖 都是阿弥陀佛在来的 偶异大师是九祖 没有暴露身份 可是应光大师赞叹 偶异大师的阿弥陀经要解 纵使古佛再来 在座注解也不可能超过他 那请问大家偶异大师是谁啊 那有可能是阿弥陀佛 所以这些祖师的话 跟佛说的没有两样 那请问大师说 赞持圣号 你哪怕是短暂持这个圣号 胜过布施百年 代表这个万德鸿鸣 你积累福会的速度非常快 你有福了 那你世间要求不难 你福爆炸 你如理如法去求都求得到 所以师长老人家说 连做佛都求得到 那这些世间的事都能求得到 那老实念佛啊 这些福会的增长速度是最快 所以无怨不睡 无果不得 我们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想求上品上升 想求花开见佛 通通通能满你的愿 你要真正晓得 这个功德利益之大 祖师就劝你啊 你知道功德利益大咯 所以劝我们呢 凡见闻者 凡是你曾经见到这个经 见到这个注解 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个注解 是慈云灌顶法师注的 能看到这个注解 文是听到 听人家这样说法 移三复焉 你要再三的去想一想 值不值得去研究 应不应该去修行 将你三思而行 想清楚 想明白功德利益这么大 就会很有毅力决心啊 去一教奉行 所以这段非常肯切 劝勉我们修行的话 非常的重要 诸位要是真正发心修行 你就照这个注 这个课很简单 244个字 他功德利益 真正不可思议 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虽然书操的文不太长 我们还是从基因要的部分来探讨 容易明了 能看得懂的地方 我们都把它省略 书是注解经的 操是注解书的 所以操是注解的注解 书跟操都是灌顶大师做的 当然他一定是先写书 书写完了之后 看看可能对当时候的人还是太深了 恐怕一般的人还是不容易懂 所以再加以注解 所以这个里面有书有操 两重注解 那从这里我们看这个主师都在观众生的机 所以不是 不是说我觉得想怎么讲 讲怎么注就怎么注 要弃理还要弃机 因为是要利益众生 得要注得他们看得懂 那现在我们看主师这些 哪怕是注解的注解 是操 我们现在可能也不一定看得懂 所以为什么说弘法 人才代代一定要有培养 因为每一个时代众生的根性都在变化 都要有当时候的人能深入 这些古人的注解深入真正有所心得 在观众生的机来讲给当时候的大众 他们在比较容易受用 所以你有一代没有弘法人才 那可能这一代的众生要得度 就比较困难了 所以老和尚对于弘法人才培养 特别重视 一生都在培养人才 而且老人家还讲 一个弘法的人 你这一生没有传人 你的弘法等于灵 我当时听到也很惊讶 也震了一下 后来想想 就好像弘法的人 把种子都布下去了 那你一般的大众 他也不可能听一次经 听两次经 他就成就了 他就可以了生死了 大部分都要长期熏修 那布下去的种子 假如没有下一代的人继续讲 那这个种子 或者已经长一点了 但是没有水了 没有营养了 哇枯萎掉了 就很可惜了 你看五祖人和尚 底下学生很多 可是请几千个徒众写一句寄来 最后只有神秀大师写了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浮事 莫死惹尘埃 那五祖说了 依这一句既修行不会多恶道 还没有尽性 还没有了生托死 这么多徒众 还没有了生托死 可是没多久 五祖就圆几楼 传给六祖 那这些人谁来度啊 所以我们这些祖师这些故事啊 其实都很有人身的哲理 我们看到这个慧明法师啊 这个都出家人 当时候慧能大师还是在家人 你看他拿了一波 那个慧明法师四品将军 武艺高强啊 第一个追上他了 但是六祖大师得一波了 结果这个慧明法师追上来了 六祖大师把这个一波 放在一个石头上啊 然后躲在草丛里了 这个慧明法师要拿拿不起来 这么轻的东西 我这个四品将军都拿不起来 产生净卫星了 这不是普通人能拿的 那个净卫星当中啊 没有丝毫杂念了 很真诚啊 我不是为一波而来了 为法而来了 结果六祖大师你看 一给他点的话 不是善不是恶 就观自己明上座本来灭目了 结果这个慧明法师就开悟了 就得度了 所以从这个公案 这个弘法的人 还有接班的人呢 还是很重要 所以老和尚为什么讲得那么重 弘法一辈子没有传人等于灵 这个代表代代都要有 沉传弘法的人 我们翻到十四页 进入这个书超的内容 四尺一章 这是认言经里面的一章 二十五元通章之一 这一章经文呢 大分为三 三个大段落 初 第一个大段落 通序大义 第二是开章试文 正式解释经文 第三是归命回向 这三大段 一般都有序分 正宗分 流通分 这三个部分 那先看第一个段落 通序大义 里面呢 又分两个中段 中段里面呢 再分小段 所以通序大义 这个甲呢 两面 里面有两段 那我们可以用 以一 以二 那我们现在看呢 通讯大义里头的 第一个段落 通讯念佛中至 其实这个属于啊 以一底下 又再分了三个小段 那我们可以用 那我们可以用 丙一 丙二 丙三 那这个就属于丙一了 叫通序 念佛中至 序之序影 在没有讲解之前 先把念佛的重要 念佛的功德 念佛的功德 利益 为我们说明 引起我们修学的兴趣 所以叫序影 引起兴趣 这个经文很多啊 包含注解 都是这样 先让我们起信 起很大的一个兴趣 我们看了凡事讯 分四个大部分 第二是积善之方 第二是改过之法 第三是积善之方 去行善 这个积善之方 首先讲了十个 善有善报的故事 因为你一听完 哎呀 行善 真殊胜啊 你兴趣来了 具体再指导你 怎么行善 分哪几个大部分 这个是引起我们修学的兴趣 好 那这里注解讲了 大以哉 念佛之为法门也 大小并收 力顿君色 事理圆融 信向无碍 这一段是总赞 赞叹 开头这三个字啊 是赞叹 实在讲 这个法门之殊胜 实在不可思议 没有办法形容 在没有办法形容当中啊 不得已 称一个大以哉 太大了 太殊胜了 这是对于念佛法门赞叹 底下几句啊 是做个简要的说明 我们晓得 念佛法门 在佛法当中啊 所谓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这么多法门里面 念佛是第一法门 怎么晓得是第一法门 就从我们刚才念过 这个论言经上 引用的这段话 大家就应该明白 因为啊 四众 十波罗仪 就是五利十二 立刻要度地狱了 八万四千法门都度不了 救不了 这个法门能救 不但能救啊 这不但是能救而已 如果说 从阿鼻地狱里面 把你救到恶鬼道 那这也算是 得度得救了 或者把你救到畜生道 再救到人道 这是大性了 这个经的效果是 从阿鼻地狱 把你救到臣佛 哇 那这还有什么话说 这没得讲 这是任何一个法门 都没有办法做到的 一些大臣经论 这是讲救众生的苦啊 给诸位说 从地狱到 里面呢 救到恶鬼道的 有很多 救到人天道的 也不少 如果说能够 救他出三界了生死 成佛做主啊 那是办不到 真正办不到 因为要出三界 要断见识烦恼啊 现在的人 几乎不可能办得到啦 他要想办到 还是借重念佛 要不念佛啊 他决定做不到 这个智云灌顶法师也讲过啊 尤其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 这一句法语是给我们定海神针 因为我们这两三代 几乎都是成年才学的啊 现在世间染污那么多啊 说都不造业啊 不容易啊 好 可是 法师说到了 任何方法都不能灭的罪啊 这一句阿弥陀佛可以灭 哇 这让我们 安心啊 老实念佛啊 一定共灭善生 罪障消除 好 所以呢 我们读华言经 华言到最后 华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师 这了不起的人啊 各个都是民心见性的大菩萨 他们要想成佛 还得要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才能成得了佛 这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贵极乐 华言经上说 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 这个始是初地啊 终是十地啊 那十地菩萨求什么 那他这个境界那么高了 他就是要求成佛啊 求成佛他修什么 修念佛法门 他是专修 所以才知道啊 念佛法门的殊胜 静界这么高的菩萨 还是修念佛法门 所以念佛法门不可思议啊 没有法子赞叹 不得已才用个大乙哉 大小并收 这个大小啊 是讲大小乘 大乘小乘 通通包括 对于是讲大小乘 黄令老还提到啊 不管你修哪个法门 这个应该是指大乘佛法 因为我们汉地都是大乘 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 他老人家前一句说 我斗胆地说 我当时看到这句很感动 这个我们先念完 再来感受感受 黄老这句话 我斗胆地说啊 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 只要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生要了脱生死啊 不可能 成德的感受啊 黄令老啊 怕我们修这个修那个啊 最后年纪大了 时间精力啊 少了 才又要来修念佛法门 怕误了时间啊 所以呢 包含你修其他的大乘法门啊 很重要的就是要 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不求往生极乐世界 得不到四十八愿加持啊 你修其他法门要成就 了生脱子不可能 只要没有了生脱子 问题没有解决 还是要长解轮回哦 所以我们 学佛了哦 不能想下辈子再投胎哦 那靠不住哦 要所作以办哦 这一生就要把它办完了 咬紧牙关 此生正无量寿哦 不受后悠哦 不要再去投胎了哦 立顿君色 大小是讲 这个学的教 佛教有大臣小臣 对教来说的 立顿呢 是从人讲的 是从根基讲的 这些众生根性有立的 有顿的 立根 像这些大菩萨们 这些 华藏世界 四十一位法僧大师 这是立根的 顿根呢 指我们这些众生 我们的业障很重啊 不是立根 虽不是立根 只要你肯修肯学 你一样得成就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决定不会比那些菩萨 差一截 为什么不会 因为那些菩萨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是根据这个经典 也是用的 这个方法 我们今天的根 根虽然顿 但是我们也是依净土五经 我们也是用信愿形 持明念佛的方法 方法没有两样 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跟那些立根的大菩萨 平起平坐 跟他们相比啊 跟他们相比啊 我们不会矮一截 因为 皆做阿维悦智菩萨 所以通通都是阿维悦智 这么高的菩萨位 所以哪怕是顿根的喔 往生都是平等的喔 那在念佛成就的个案当中啊 有一位王呆头 有一个王呆头 他本身用我们现在话叫 智能不足啊 这些叶也算很重啦 才会是这个果报啊 结果有一个修行人看他很可怜啊 你要修行啊 也修不了了 那你只能念佛啦 就教他念佛 那因为他很笨嘛 跟这个师父住在一起啊 常常可能笨手笨脚做错事啊 师父啊 教训他 打他 但是 因为他下雨啊 很老实啊 上至下雨不已啊 结果他就念佛 一开始念 口齿都不是很清晰 念佛 但是念啊念啊 因为他老实嘛 教念他就念 结果念到有一天啊 突然哈哈大笑 结果他师父说 你今天不知道发什么神经啊 拿着棍子 要修理他 他说师父啊今天你不能打我了 他念到 智德心开了 所以你看顿根哦 你看念佛 把业障都消掉了 所以啊 偶遇大师说啊 以持名物 我们老师持这个名号 善根福德 顿同诸佛 因为这个法门是果教门啊 从果起修 你念这一句佛啊 把阿弥陀佛果地的功德 变成自己的功德了 即修即果啊 这真的是第一法门啊 佛门第一特奖啊 我看大家的表情不像得第一特奖 你们没有怀疑得第一特奖吧 赶快去换奖哦 去换奖就是老实念佛啊 就设佛功德啊 为自己的功德了 所以为什么这个一遇到了 三年就自在往生了 因为他老实念啊 哇这个善根福德 很快就提升了 这个黄念佛更慈悲了 他表演给我们看了 往生前半年 一天十四万生 念了多久 六个月 人家念三年 他念六个月 表演给谁看啊 表演给我看的 你看真的肯老实念啊 半年他就成就了 不辜负主师大德这些表演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我们 先念这个回向文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身极乐果 阿弥陀佛 你